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可以嘛, 要遭我們 我說不是吧 一生一世情後合意可以嘛 你都發神經的, 你不是下巴輕輕的 我沒想法你, 試過怎知道不行 別管你們耍花槍, 人家想看映畫戲 看映畫戲, 很昂貴的 你給我做馬錶嗎, 進兩場吧 你真沒道理 陪來吧 小生瓜, 好練的, 說真心話 炒炒醉, 鬥鬥氣, 一早乖 上去搏, 好刺激, 抱怨的, 去闖天下 彭明年, 與你一起大鬧笑話 沙包只得一個, 一起喊 一起拍檔, 玩嬉, 一起破甲 活髮之風生水氣, 心裡也歡喜 有料理, 願望腳步, 輕鬆了 好, 走, 走, 走 走, 撞起你了 林伯母, 你聽我的解釋才行 還有甚麼我解釋 你們兩個分明是差白檔 乾媽, 我一定抓他們 伯母, 我表澤真是鄧少村的兒子 你快告訴你爸爸和明世伯的往事 給伯母聽吧 廢話 你倆一個偷花露水貼貨去賣 一個就拉車仔, 好人極有限 你們倆查到我乾爹的事 有甚麼這麼奇怪 我們這樣都可以 長仔… 你這塊肉配的, 拿出來吧 是啊 伯母, 這塊肉是我爸爸留給我的 他說如果令世伯見到這塊肉 這種爛鬼肉, 廟街通街又可以賣 你當我們傻的 是啊, 你們不用多說了 對了, 現在坐下就吃糊 也不用是不是出錢 是啊 伯母, 你別橫說我 你想不付錢嗎 表叔, 人家都當是我們拆白檔 你還掛著錢用甚麼才行 徐仔, 大奶奶, 幾百塊錢 你們說完了沒有 乾媽, 不要多說了 報警抓他們 你那些花露水呢?我都… 這樣吧, 給你一條生路走 靜靜地自己抓 否則我真的報警抓你 表叔, 難道要坐花廳才肯走嗎 你不請我走? 你不請我走 你不請我走 走… 走… 走還是走, 師父… 師父… 師不師問就看對誰 對你們兩個賊白檔 我何必跟你客氣 我不跟你爭論 我要堅定西班 你抓走 你別妄想了 莫說我乾爹不在香港 就算他真的在樹 也絕對不會見你們兩個窮鬼 他登了報紙尋人 怎麼不見我們呢? 我不怕告訴你 我乾爹登報紙 你以為他真的想找回那個鄧紹川 他不過做樣子 怕被人說他亡本 再說 就算你真是鄧紹川的兒子 你也好 我乾爹絕對不會嫁你 明天是甚麼窮鬼 是啊, 我叫了你幾次 叫你不要在垃圾樓撿紙皮 你聽不聽到我八婆 三姑 阿雲, 買完菜了? 三姑 你不讓人家撿紙皮就算了 怎麼無緣無故叫人家八婆才行 他有八兄弟姐妹 他排行第八 我不叫他八婆, 叫他甚麼 那…你也不用這麼大聲罵人 我罵他? 他撞聾, 我不大聲跟他說話 他聽不到的, 是不是?八婆 你說甚麼? 查死八婆很淒涼 家裡沒人沒什麼 只靠在垃圾樓撿紙皮去賣 才有飯開 既然人家這麼慘 你怎麼還不讓人家撿紙皮才行 鬼鬼 他經常在垃圾樓撿紙皮 紙皮是骯髒的 搞得他經常都生病 他先兩天才在醫院出來 原來是這樣的 長仔, 當表叔求求你 去見一次那個未來外父 我怎麼也不會再去 你倆搞甚麼?求鬼 三哥, 你回來就對了 幫忙勸勸長仔 叫他去見一次那個未來外父 你別再說, 我怎麼也不會去 就是說還沒被人家是落夠嗎 你倆傷疾的事, 關我甚麼事 三哥 阿雲, 你平均道理 他都沒見過未來外父 讓未來外母說幾句 那就走了, 你說是不是笨 這個不是笨不笨的問題 是尊嚴的問題 尊嚴不能當作飯吃 長仔, 你要尊嚴 那就要更加去找個未來外父 認回他, 做凌家甘歸細 甚麼尊嚴都有 表叔, 為何你還是不明白 尊嚴不是人家給的, 要自己爭取 正說人家也看不起我們 為何還要卑躬瘋身, 死矮難矮呢 對了, 你們有骨氣, 你們有尊嚴 我沒有了 你不要錢, 我要 我欠骨雷雷大把錢 將來人追到來 你找尊嚴找尊嚴還給人嗎 那我不信我們有手有腳會餓死 我被你氣死了 你要做窮鬼就飽了, 廢自採你 關師傅, 這些小小銀 是我今天拉車的工錢 麻煩你幫我收拾幾枝漂亮的藥 幫阿雲治好腳 真不明白, 長仔你做甚麼 幫人會幫得這麼貴手呢 關師傅, 你不是不知道阿雲的脾氣嗎 他嘴硬頸硬 如果讓他知道 是我給你給你治好他的腳 他一定不肯領情 如果他有一段時間都治不好 那就麻煩了 你放心, 我一定會告訴別人 謝謝關師傅 我給你治好 我來給你治好 你治好嗎? 你治好 你治好有錢未來外父很不開心嗎? 我有點不開心, 不過不是為了一件事 那是為了什麼事? 我無法完成爸爸和娘的遺願 我覺得我對不起他們 你別這樣, 也與你無關 我一心來到香港 想著爸爸找到當年救我爸爸 因公報恩 想不到事隔那二十年 那些人變得這麼厲害 是他們不懂珍惜的 長哥, 真的對不起 為何對我說對不起? 我怪錯了你 你每天拉車車我上班下班 又出錢幫我治腳 我還對你呼呼喉喉, 我… 你怎麼知道? 你和關師父的說話我全都聽到了 是我不好意思, 真的 我害得你的腳受傷又要自作主張 我不好意思, 真的 我一直以為你和你那個表叔一擔擔 是那些見錢開眼的人 原來你這樣看我? 那你真的要找個醫生 看看眼睛才行 那現在就跟你說一聲對不起 看你這麼有誠意, 我接受你道歉吧 不過先說明了 我不會讓你白白出那些醫藥費的 我會逐點逐點還給你 還當然要還, 慢慢還 那豈不是要還一輩子? 有甚麼搞錯呀? 對不起, 雞爺 這輛車, 走到半路死了火 我們搞多久才搞得好? 又死火? 是呀 我去澳門之前就要檢查好了嗎? 老爺, 車子有五十年多 就是這樣, 你又不肯換車 你不是說回來, 換車子不用付錢嗎? 你當然有五十年多, 換你吧 換你吧 你看, 乾爺, 為甚麼不見我乾妹? 她們等得來就是悶了, 去買雪糕吧 碼條 十元, 要散至 算了, 不用找了 那謝謝你了 撿撿醉吧 小心 小姐, 你沒事吧? 你這臭丫頭, 你怎麼撿車的? 小姐, 與我無關 只是你沒看清楚 我失驚無神跑出來的 我失驚無神?你不曉避嗎? 我的裙子剛才沒有買回來的 我不管, 賠給我 我也不想多事, 你就這樣吧 你脫裙子下來, 我洗乾淨還給你 是呀, 你佔我便宜? 我不是要你加脫 總之我不管, 我要你賠錢 小姐, 你的裙子弄髒了一點 洗乾淨就行了, 用不著賠錢才行? 我喜歡, 我要你加就賠, 你賠不賠? 你這樣也行, 你… 這位小姐, 剛才我明明看你 汪汪汪汪汪走出馬路 不奢歸你就算你幸運了 你還要賴拉車仔, 你真的很野蠻 你這麼多事做這個拉車仔的證人 是嗎?你以為我沒有證人嗎? 你替我做證 你剛才是他特意撞到我那裡的 你說吧 小姐, 剛才好像是你自己沒看清楚 撞到人而已 我剛才給你很多貼士 你竟然吃碗面反碗底? 事實就是事實嘛, 最多還給你 香港人什麼人都有 接受いる Section III, 你的 你刺求人急anta, 的人ry 他們一來就被那 Edward 把拉車仔弄穿壞了 منTION怎麼樣才沒人 小姐, 不要太isia 女生已刺開, 就沒影相迷了 對呀, 這裙子髒了 他就只要買個身體吧 你別懶說嗎? 買請就買, 還不需要錢 數百萬還沒開頭? 你這麼大聲幹什麼? 買個新裙子給女兒也不行嗎? 我一時說話大聲一點 算了…買就買了… 阿鳳,不如明天我陪你去購物 買個新裙子吧 誰要你陪我,我自己不會購物嗎? 不,我不想,我的裙子在澳門買回來 我要回到澳門買 好… 你剛才澳門回來了,又過去,全非便宜 爸爸,你還好說 我和朋友在澳門玩得開開心心 你一過來就跟出跟進了,很興奮 老爺真是擔心你 是呀,媽媽,爸爸跟著我 我被朋友笑得笑得很帥 多沒面子才行 女兒,你這麼大的女兒不應該經常去玩 你有空出來店舖跟我學做生意 女孩子之家幹什麼生意 是呀,依我說,George,你陪阿鳳到處玩 散心更好 沒錯,阿鳳,其實澳門的豆腐飲 這麼大,有甚麼好玩 不如明天我陪你去太平山拍照 吃西餐更好 太平山?你明天不用出店舖嗎? 她陪女兒到處玩,就有她放一天假 太平山了 阿鳳,這次坐 她喜歡吃甚麼? 我的胃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加多個蘿蜂沙拉, 麻煩你 你先幫忙吧 這位先生來要什麼呢? 投機, 跟這位小姐一樣 好 人吃什麼你吃什麼 沒來性格 你弄什麼?你弄掉我的衣服了 對不起…我幫你抹乾, 我幫你 不用了, 一次就這樣, 兩次就這樣 一個一個, 真是溫馨 別生氣… 我去洗手間 你好 你好 我還以為你不捨得過來 怎麼會呢? 對了, 不對, 又會來這裡喝茶 怎麼會呢? 你和你那位契妹來得, 我不來得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 還是擔心我見到你 和你那位契妹那麼煙韌? 阿蘿, 你明知道我陪那個刁蠻公主 無非是看錢份上的 我和你才是關心的 我真的不太知道 別哭了, 乾燥了 我答應你 只要凌家的財產到了我手後 我就撕掉那個刁蠻公主 和你演酒高飛 先聽著 來, 兩位契妹公主正在回來了 我還不趕快過去 你好 遇到朋友嗎? 廢話 反正剛好, 坐下一起喝茶吧 我們不喝茶了, 和你購物吧 你請我們去吧, 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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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見你, 都會有很多人 難怪整天都沒有客人來光顧 你呀, 營養不良 爸爸 我好 你帶一群朋友去購物嗎? 我就會帶出血了 一般 對了, 我的朋友說想買花露水 這樣也好, 有得幫忙 一隻二隻還不招呼客人 是嗎? 你們都聽到了 待會兒隨便選, 全部都入了我錢 謝謝 我沒聽錯了吧?都入了你錢 是不是不行? 你想在朋友面前落外面 沒研究之子 只要乖女兒, 開心就行了 算你了 聽到了, 隨便選 好, 走吧 好 還好, 別忘了 乾爹, 節哀順便 節哀你的死人頭 怎麼樣?上次叫你塗花露水 廁貨那件事搞得怎麼樣? 那件事, 乾爹, 你放心 我和爸爸已經找到初步的線索 只差點有真頭實據 整件事很快就水落石出了 是好說 下次叫你做些事 你現在盲吞吞吞吞, 沒用 糟了 小估不到這件事 死胖子不斷咬住不放 你真是窄小 但是呢, 老大 工廠那邊有什麼環境? 你跟上次炒了小妹仔之後 又聽不到有什麼聲音 我…我已經吩咐了 所有人沒有廠長批准 都不能進貨倉 最壞的死胖子 明天要巡廠 余丹明, 我不管你怎樣也好 總之明天肥佬來之前 你要把所有的貨就把所有的貨 把所有的貨都燒掉 沒問題 肥佬那邊 我想辦法儘量拖著他 你們倆盡快把那些花露水接貨 全賣出去 收多少就得多少 我… 阿雲, 你說柴可夫今天還來不來接你? 我的腳都沒事了 還叫人家來接幹什麼? 說不定人家喜歡來接你 你以為人家是你嗎? 人家要賺錢 你就吃飽無憂米 那倒不是 我看他拉著你到處走的時候 樣子很開心的 你不要亂說才行 待會人家聽到就當是是非了 已經到時候下班了 這個魚蛋明灌些貨去哪兒呢? 你沒禮人那麼多了 快回去工作吧 魚主人, 你搬貨去哪兒呢? 搬貨去哪兒呢? 搬貨去哪兒呢? 你搬貨人的貨倉吧 貨倉在那邊 對, 貨倉在那邊 貨倉在那邊, 貨倉在那邊 你搬過去吧 是呀 古古怪怪的 你豈不是有古惑嗎? 豈有此理 又是被那個鐵掌雞 坐頭坐小, 弄毀我們 那那些貨倉呢? 你搬進貨倉吧 你真的一點容都沒有 做少許事都不行嗎? 上次叫你假裝賊 打劫肥佬又是這樣 你又怎麼搞得住呢? 對不起, 阻智哥 過去成過去了 就算了, 這麼生氣幹什麼? 你還說 不是你爭壞就搶我全身 就是我弄了他大頭髮? 是呀, 但我已經掉了 話說回來, 現在那批貨動不了 那你又怎麼算好呢? 那批貨我又不擔心 大不了就等廠的人 放了工就再搬過去 我是擔心他肥佬 那倒是呀, 他追得我們這麼緊 你說如果不查清楚 跟他有個交代 我們就很麻煩 看來這次要找一個替死鬼才行 對了, 上次就炒了個小妹子 現在又何來替死鬼呢? 總之誰做我們發達 就誰做替死鬼 好, 讓大家看看 好… 來…看看我小龍的衣服 漂亮不漂亮 小龍的衣服很聰明 姐姐買的, 十多元 這麼大手筆 阿芬, 你老實說聰明是總馬標 是這樣的, 堅叔 今天小龍回到學校就派了成績單 他不只考全級第一波 那個校長還說推薦他去讀那間什麼 聖雷家 聖雷家? 是名校 聽說每個人在那裡讀的 都考到大學 大學家 大學家 這個大學家 就是等於醫中了半個就學完 所以就買一件新衣服 就當是鼓勵一下 小龍, 你以後更加要努力 不要辜負你姐姐對你的期望 我會的, 徐哥 家宴, 拜託你有空 多拿書出來讀一下 整天只顧著去拋底 派對嘛 甚麼都好 小龍 三哥 你有空多幫我教家宴讀書 讓他像你這麼聰明 三哥, 讀書是說遺傳 遺傳不好就讀甚麼 其實我這次考得這麼好 是真的要多一隻長哥 要不然是長哥教我正確的讀書方法 我也想不到中師原來這麼容易進入 那就是上次有人怪錯我表侄 我從來都沒有說過 長哥的讀書方法不對 不過我始終都覺得 小龍這次考得這麼好 我也是靠他平時勤力讀書的 你姐姐說得對 其實甚麼都是假的 最重要是靠自己努力 阿雲 嚇死我了, 長哥 嚇死我了, 長哥 我來這裡這麼久 我以為第一次聽你哼這首歌 哼得挺好聽 哪有呢?我亂說而已 小龍現在這麼聰明 你做這個姐姐, 定當 是, 長哥 你說我小龍以後做醫生好 還是做律師好呢? 那做甚麼都好, 最重要是他自己喜歡 說不定是做哲學家 做…做個武術家 哲學家都還可以 武術家就是經常跟人打架 不行… 說笑而已 阿雲, 你經常為小朋友想 那你有沒有為自己打算一下呢? 我得過小學畢業, 有甚麼好想 夢想的事 沒有分小學程度, 大學程度 你剛才唱的支曲挺好聽 你有沒有想過 正正經經找老師學唱歌呢? 自從我父母死了之後 我就全心放在小龍那裡 只要他將來可以出人頭地 我就心滿意足了 怎麼搞的? 站了這麼久, 迪士也沒有架子 小車子 是你? 你呀, 上次弄髒你的裙子 洗乾淨了吧? 那裙子我丟了 這樣也行?弄髒了一點 就這樣丟了它, 那豈不是很浪費 好笑, 浪費不浪費關你貴事 你不是要我的小車子用嗎? 要不是這件武器 也廢了一次坐你的爛鬼人力車 麻煩, 我不是很舒服 可不可以送他去醫院? 上車…小心 這輛車是我先截的 你去截另一輛車吧 我不管 總之這輛車是我先截的 我先去坐 這樣吧, 我給你付十塊錢 你以為你有錢就大了嗎? 人家是大妻子 你聽不到人家不舒服 我就算不收錢 我也先把他送到醫院 你真是傻子 你… 四人拉斜仔 吃飽飽又開工了 阿祥仔, 剛才吃完飯而已 這麼快就開工了 對, 吃飽飯你就休息一會 你這樣捱法嗎? 生命都短幾年了 我吃飽就要開工賺錢了 我不賺夠錢的話 下個月沒錢還給人 命都短幾十年了 阿祥仔 過來 甚麼事?忠叔 這幾天沒到處走 有人出三十塊錢 幫你拉三個車 三十塊錢這麼多 哪有這麼重手 是呀, 我們有事上來 拉整個禮拜的車都沒有三十塊錢 是呀… 我拉車沒多久 怎麼會有熟客 肯出三十個人錢包我三天? 我怎麼知道這麼多 是我朋友的小女兒 出來吧 不錯, 是我要包起你的車 沒事…我還是想去這邊 好了…去那邊吧 好 好 怎麼樣?像吸氣一樣, 很辛苦嗎? 我…我撐得住 是呀, 最好 你先讓我洗臉 我還有很多地方要去的 快點 等我 你好 鳳 又是你呀? 今天怎麼坐小車 這些小車這麼慢, 哪有爽快 坐我的車呢? 多爽快 關你甚麼事?我喜歡坐小車 你讓我 不是呀, 這些小車是矮的那麼慢 怎麼配你才行 是不是?我們年輕人… 你走走走走, 我不想見到你 是呀 那好吧, 你慢慢坐 不過這樣也不要太慢 要不然今晚趕不到回家吃飯 乾媽擔心 是呀 大姐仔, 給我追的綿養仔 我這輛人力車 怎麼去追的綿養仔呢?又… 我出二十元, 你追不追? 二十元? 你… 不是吧?好, 又跟你玩了 你還快點追? 怎麼快才行呢?小姐 那是人腳, 你還做摩托嗎 老婆, 我不理得這麼多了 你只做得到她呢 她比你多二十元 那就是廚有四十元了 你坐穩 好, 萬天 你沒事吧? 我沒事 你沒事就好了 怎麼了? 你說過的 追到的綿藥仔,你給我一個屁股 我追到的,你不記得嗎?來 小玲,今天遲到 勤工掌握一定沒有她的份 很可憐 是呀 來,看 鷹花架給我這麼多人 大家合作點… 沒事的,隨便看看我袋子就能跑了 二頭手袋? 廠長,你看看 怎麼會這樣 你死了,董事長 阿雲,為甚麼會這樣 你看看 你也好事多為了 難怪我們藏花露水廠房在街上有賣 原來是龍女雞作犯 現在人裝病惡,看你怎麼解釋 令老闆,真是與我無關 我也不知道為何那支花露水 是在我的手袋裡 你還想狡辯? 你聰明就快把你的同黨都供出來 令老闆,真是與我無關 乾爹,董事長,跟這些人說這麼多做甚麼 就算了些人工給他,讓他爬死了 還算了人工給他? 他急著想偷花露水的東西 我為人抓他上菜館 不要呀,令老闆 我真的沒做過了 若然你不相信的,可以問廠長 如果我真的偷花露水 我上次就不會跟他供脈了 其實這些花露水是… 你還說這麼多 你分明是賊鹹竹茶 想分散我們的注意力 董事長,算我說家醜不出外傳 這件事萬一傳出去 對我們萬里行的商業也有損 不如這樣吧,算了人工給他 攀去扯就算了 好了…今天我的心情好 走吧…明天不要發工 什麼時候做什麼?走吧 大家走吧…放工 別看電影了,走吧…走一步 對,以我做這麼多年奸人角色的經驗 阿雲這次肯定是被人插裝嫁禍 我也沒有得罪過人 為何要這樣來害我呢? 糟了,阿雲你現在失去工作 會不會將來沒錢交租的? 姐姐 媽,出小句話吧 阿雲,你上次不是說 你跟那個廠長告密之後 然後你的同事阿玲就被工廠 時招炒賣? 是呀,他們上次強行說 那批賜貨被人偷了出去之後 是阿零要負責任就解僱了他 那當然是你上次去告密 弄到惹禍上身 你這傢伙,要不然有你這種人 阿雲,要搞成這樣? 阿雲,你以為這次的事情 會不會跟那個廠長有關? 阿雲,依我認為那個死人余膽 跟那個廠長一定是打龍通的 你不知頭不知腦去告密 做替死鬼吧 那文姐是不是死得很冤枉? 那又不是說沒辦法的 你有辦法就快點告訴阿雲 我沒辦法了 不過祥仔有辦法 你記不記得? 他的未來外父是花露水廠的老闆 他說話了,阿雲就沉冤得蝕了 祥哥,你千萬不要為了我而委屈你自己 我沒事的,公公而已 都敢不打,打世家 你放心,我沒事的 姐姐 怎麼樣?蝕龍 姐姐,我不想轉到姓蕾家那裡讀 為什麼? 其實我現在讀館街坊福利會中學 不差的 新學校的學份消費費這麼貴 你知道的,姐姐,你現在沒了一份工作 不行,姓蕾家是一間好的學校 無論如何,你也要轉過去 但是… 但是什麼? 錢方面不是問題 你不記得嗎?姐姐在報館那裡 還有一份兼職 小龍,姐姐多麼辛苦 都一定會供你讀書讀到緣為止 姐姐… 小龍,你收到那個新學校的面試信沒有? 還沒有 是嗎? 怎麼會這麼多錢都不記你? 表叔,你搞甚麼?你轉聖嗎? 早上趕在身上還陪我上班 收拾你,表叔 回去收拾你工作環境而已 陳姐,哪輛車是你的? 對了,那個刁蠻女來了沒有? 不怕請還沒到 那你快點去廁所吧 我都不急 一會兒那個刁蠻女快點在鎊裡上來 不讓你去廁所 表叔,你真聰明 我先去廁所 我看你怎麼廁所 你好 你幹甚麼? 沒有,我沒想到這麼品牌複雜的地方 有這麼高貴、這麼漂亮的小姐 你去哪兒?我載你 不過在載你之前 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榮幸 知道你的方名嗎? 上色本小姐 你沒有這樣的榮幸不分 有事 其實今天我打算… 拉車仔,你回來了 我還以為你今天害怕了我 不敢開工 你放心吧,收拾你眼 一定會幫你拉了兩天 你說的丁蠻女就是她,你就是她 你倆我耳眼的不敢幹甚麼?走吧 今天不曬,不用進去別人的車 我最喜歡就曬太陽了 你想對我? 不是,我檢查過那輛車,不安全的 那我坐而已,又不是你坐 真的不安全的 你試過吧 我為你好而已 走開嗎? 我…我為你好而已 你試過吧 拉車仔,剛才那個 你真是表叔嗎? 他這個人好像傻傻傻傻的 他這個人比較古靈精怪 你還沒說你今天去哪裡? 隨便吧,你四處收一下 你也要告訴我去哪裡才行 那你見路就走吧 你也挺無聊的 是呀,你罵我無聊? 我怎麼敢呢? 是呀,慘得過我大把錢 大把時間無聊,喜歡去哪裡都行 我現在帶你去個無聊的地方 你夠不夠膽去? 去就去吧,不用怕你 拉車仔,你拉我來這裡幹甚麼? 你過來看看這邊 不是幾個農夫在耕耕田嗎? 是呀,怎麼這麼好看呢? 還有呢? 還有?有個小朋友在餵鴨 怎麼這麼特別呢? 你見不到他們很開心嗎? 那你又知道他們為甚麼這麼開心嗎? 當然是日做夜做,做到瘋了 他們每天做夜做,做到新水新汗 這個小朋友呆呆一個就要到田裡餵鴨 他們仍然做得很開心 因為他們有人生的目標 很清楚每天在做甚麼 我知道,你肯定想化我 說我沒有人生目標 生活不知道為甚麼 那你說呢? 你昨天玩我還沒玩得很開心 使得我盡甚麼仇都報了,很開心 但是你連今天去哪裡都不知道 明天做甚麼也不知道 還有啊,明天之後沒了我這個拉車仔 那你自己做甚麼好呢? 你這個死人拉車仔 你有甚麼資格教訓我? 我不敢,我只不過是想告訴你 不是每天有人讓你玩,讓你作弄的 人的一生,長極就是那幾十年 裡面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很寶貴 你已經浪費了昨天了 我就不希望你浪費了今天和明天了 怎麼呢?你今天打算去哪裡呢? 上車行,還有,從明天開始 你不用再拘捕我了 我以後也不想再見到你 隨便你吧 我拘捕了你那兩天 找十個人的錢給你 十塊我不要,當是給你貼士吧 讓你欠我一輩子 這樣也行?有賺 小龍,你好像燒甚麼? 沒有,你通過了而已 古古怪怪的,是不是有人援著姐姐? 沒有… 沒有,你拿給姐姐看看 你也說沒有 你這麼頑皮,拿來… 不要,姐姐,不要… 你不要… 蓋會佬,你…這封是個…面子信 你…你幹嘛燒了它?你… 你快點說,你幹嘛燒了它?你… 我根本就不想讀甚麼名校 是姐姐你逼我而已 讀甚麼名校是甚麼好 除了校舍大一點 功課多一點,校服漂亮一點之外 就甚麼好處都沒有 我就寧願讀現在的街坊福利會中學 那就是說你不想做一個有出色的人 要我這麼辛苦 我就寧願做一個沒出色的人 你… 姐姐,你可不可以… 不要下雨逼我轉校? 我不想你下雨管著我 我…我暈暈暈暈 我問你怎麼對得起老闆老寶 暈暈… 我… 你靠近來,我洗乾淨沒用過的 你靠近來,我洗乾淨沒用過的 有甚麼事可以商量的 你又為甚麼要一斑車下去呢 你知不知道 從小到大,我都未曾打過小龍 我真的不明白為甚麼 現在他會變成這樣 那你有沒有想過小龍這樣做 可能有他的理由呢 除了不掌進之外,還有甚麼理由呢 小龍,自從我爸爸媽媽死了以後 我就跟小龍相依為命 這麼多年來 我死限死底,捱生捱舌 豈不是做甚麼呢 我希望他好好讀書 我希望將來出人頭地做個有用的人 但是現在他變成這樣 我怎麼對得起我老闆老闆 我怎麼跟他們交代呢 我希望你會想要去做甚麼呢 若我救上進就算窮不凋駕 死聰死鬼不能掐煞 我自製作關門復兆的 不敬風如怨,吐吐槍骨骨骨骨骨骨 極愛無理,也者用口瓜瓜 天生夜晚,不可以嗎 要遷就我們 我說不是吧 一生一世情後合意,可以嗎 你都發神經的,你不是下巴輕輕的 我沒想法來的,不試過怎知道不行的 別管你們耍花槍,人家才會看映畫戲 看映畫戲,很貴的了 你以為我還買錶嗎